这回有李大哥给打下手 一会儿的功夫 饭菜也上桌了 一坐下来 钟大姐就直接说出了 他最担心李大哥介意的问题 我没有退休金 因为是能存户口 那你等着这么生活 这钱谁 儿子给啊 儿子给点 我不就是找个工作吗 就给这个小区 做保洁来的 一个月一千九 儿子给点 大姐这是个电视上 看着你节目了 决定为了跟你见面 现在把这工作都给辞了 因为他怕把说 万一这个见着面都挺好的话 你说耽误工作 对那边他挺负责任的 不好交代 所以说就是看看 跟你处的咋样 你俩能处好了 大姐就不找个不干了 但是大姐就是为了 能跟你见面 也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我不介意 那我这俩钱 两个人我们不说吗 两个人过普通人的生活 还够的 是吧 我也没别的啥负担 我们俩就这俩钱花呗 开个钱包的 咱都不只他那钱 这个可以 我这个工资两个人生活 过普通人生活可以 太奢侈的生活 咱打不到 奢侈没啥奢侈的 我平时说吃啥 我都一点都不挺 也就是换机时候 买几件衣服 那你说换机买几件衣服 你这衣服去啥价位的那儿 大哥是六十五 啥价位的 我最多的都不超三百块钱 二百的一百多的 我不舍不得买过衣服 那可以 正常呢 那玩意给他打问漂亮 鱼窝脸有过是不是 外面是因为人家有 舍得呀 舍得没问题能接受 你讲话买点衣服啥的 正常呢 行 那你还能有多少花钱啊 你说岁数大了 也吃不少 也花不多少的 那四千块钱也够了